西瓜刀是水刀 我不要问你西瓜刀 远景盘查在车内发现西瓜刀 准备调查附加女子身份 没想到一旁打赤膊的男友上前阻挠和远景拉扯 直接男子情绪激动 紧抓远景还不断大声咆哨 拖续行进发生在新北市芦州区民足入 原来民众发现男子将车停在公车站牌 打着赤膊精神恍惚地面还洒满白纸 原以为酒家下的报警处理 但远景盗场盘查男子却频频叫嚣阻挠 警方只好强势压制将男子上口 眼看男友一斤被带 车内女友这才下车 但脚步亮翘瞬间跌倒在地 警方一查发现原来这对前女党 都有毒品前科 王姓男子更是天道蒙天卢会成员 另于副驾驶座发现刀蟹两把 南波刀西瓜刀各一把 大麻2.36公克 疑似吸毒神志不清上演脱续行为 警方怀疑王姓男子涉嫌独驾 最后易公共危险毒品罪涉违法 将这对毒鸳鸯移送法本 记者杨中盛 张贝兹 蔡逢斗